小伙伴们注意看 淡宰岛正常行驶的黄金赛车 它的速度很慢 但是想让黄金赛车速度提升10倍方法 也简单启动赛车前向身后 留出机械抓钩 此时黄金赛车的速度 就是普通黄金赛车速度的10倍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这就是黄金赛车的最快的速度了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宰岛中 还隐藏着一个方法 可以让黄金赛车的速度 提升至普通车速的100倍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个让黄金赛车速度 变快100倍的方法 究竟是什么方法吗 如果你在淡宰岛中 也开过黄金赛车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宰岛中 要想让黄金赛车速度提升100倍 是需要借助道具的 而这个道具 就是骑进森林中的这个红色怪物 这个红色怪物 它会变大便小当淡宰靠近它时 它就会把靠近它的淡宰弹飞出去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要淡宰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如何让普通黄金赛车速度提升100倍 我和学姐发现这个方法 就是驾驶我们的黄金赛车 靠近骑进森林中的红色怪物 当黄金赛车靠近红色怪物时 红色怪物就会蓄力把黄金赛车弹飞出去 此时的黄金赛车的速度 就是普通黄金赛车速度的100倍 所以说在淡宰岛中 要想让黄金赛车速度提升100倍很简单 借助骑进森林中的红色怪物道具就可以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